华联市民代表胡仁顺协同壁矿科技 7号上午在老家协会 共同捐赠200剂的抗原快筛试剂 给华联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理事长表示壁矿科技事实伸出援手 透过捐赠快筛试剂 减轻老家协会在防疫上的担忧 胡仁顺说 疫情期间社服机构往往受到忽略 而老家协会要关怀的就是年纪较长的长辈 行动不便的注明 以及有残疾问题的弱势团体 要外出筛检相当不便 他很感谢壁矿科技事实伸出援手 减轻长者的行动不便 在疫情期间 那许多我们社会的这个机构跟组织 往往受到疫情关心而受到忽略 那这次特别感谢壁矿科技 PG Talk 一起共同捐赠200剂的快筛试剂 那能够提供我们协会来协助一些行动不便 以及有残疾的这个个体护 那也希望我们未来在疫情的期间 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蔡志全表示 这些试剂可供协会在机构内测试 一来可以减少外出的不便 二来降低外出与人接触的风险 我们的社服务的包括这个社工第一线 还有照顾服务的人员 那可能有染疫的风险 那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快筛的试剂 谢谢这个壁矿科技还有古人顺代表的这个引荐 那壁矿科技捐赠200剂的这个试剂给我们老家 那我想这一段疫情期间 在我们县长的这个跟大家的努力一下 我想花莲已经持续加龄了十几天 那但是我想这一段日子来 在这个疫情期间 花莲这个老家协会 全花莲县还是在持续服务 我们500多位的弱势长辈 还有200多位的这个居家照顾的这个长者 我想目前在疫情 还是维持在三级的状况之下 老家还是会持续 特别为这些受疫情所困的 这些家庭跟老人提供一些必要的一些的服务 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职员 在疫情期间社会福利机构往往受到忽略 协会里需要关怀的对象与一般民众不同 因年长者行动不便 以及有残疾问题的弱势者 不便外出进行快筛 或者接受PCR检验 而这一些对象一旦暴露在染疫的风险中 对照护人员 照护对象都是一个十分沉重的压力 有了快筛刺激 就能够减轻社工人员 在照护上的压力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